让妈妈食元梅感到高兴的是 还不止这一件 宝宝宝宝专家团的营养专家关羊 要专门来看望小宝比 这让生活在苗寨里的湘西一家 很是惊喜 来 走 来 走 到了 叫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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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哈喽 我们两个握个手 来 握个手 第一次见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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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好意思了 躲到我这里来了 你叫阿姨 好不好 你都已经长了七颗牙了 宝宝 看现在 吃一个给阿姨看 来 吃一个 阿姨 舌头伸回去 又要长一颗了 就是 她出牙的情况还可以 不过这次好像有隔一个多夜了 才发了一个 米粉那个我想问你现在吃的是什么米粉 米粉是配方的 一天是吃25颗 她中餐给她吃 早餐跟晚餐的时候 我给她吃米粉 这个肉来讲 肉类来讲 我们肉就是有时候家里是必备 但是不是每天都有新鲜肉 那 反正就是说 你可以给她备一些 就包括做成肉末 然后那个切成很小的这种肉松 你比如说你做一些肉松 然后吃的时候就可以给她放到里面 加一双 这个是要必须的 要有 我都不会做 没关系 一会肉松咱们一起做做 在营养专家关羊的指导下 妈妈试园妹解除了自己 再给鲍比添加饮食上面的疑惑 也知道了哪些食物可以给鲍比吃 怎么搭配更加健康 其实你们的先决条件就是 蔬菜类的都非常新鲜 而且是无公害的 除了在饮食方面的指导 营养专家关羊还要亲自教食原美如何做肉松 以便鲍比每天都能吃上肉类食品 就在关羊老师教食原美做肉松的过程中 我们的小鲍比到了吃饭的时间 到厨房找妈妈来要东西吃 看到他鸡蛋吃得这样好 关羊老师对小鲍比是赞不绝口 为小鲍比吃饱后 关羊老师继续教妈妈食原美做肉松 我现在是切姜 都可以 就是这种最简单的 用葱和姜就可以 这样的话 它可以保存时间稍微长一点 你们也不用说每天 如果时间很赶 或者是你们家里人没有吃肉的话 也不给它吃 它要每天保证有至少 可以要是40克或小一两这样的肉类 你们可以在一周之内 就可以把它吃完 好包括像其实平时的话肉松是一种 比如说猪肉松啊鸡肉松这种 还有还可以做成那个鱼肉的肉松也可以 但是鱼肉就要注意要剃刺 就这一点就比较复杂一点 像可能在这买到那种完全没有刺的鱼 可能比较费劲 要不容易 是的 这里是没有 是 但如果说 如果说你们能够买到新鲜的鱼 这样给它把那个鱼肉做成鱼肉粥 也可以 如何摄取肉类 对鲍比补盖十分重要 妈妈食原美决定 叫爸爸杨正志一起来学习 平常一向神友不靠谱的湘西老爸 这次却乖乖地站在旁边听着 这样孩子他平时 比如说喝粥的时候 或者是吃其他腐食的时候 比如馒头 你可以放在上面一勺 或者是加到粥里一勺 这样就能保证 他平时的这个肉类的供给 因为肉每天他都要摄取一些 宝宝抱抱抱专家团的参与 让每个家长的心里 都有了安定的保障 如今专家走进每个家庭之中 亲自去指导去呵护 相信我们的小抱比 在专家阿姨的帮助下 会更加健康快乐地成长 相信妈妈食原美 也会更加了解宝宝的养育之道